你好,欢迎观看这段关于成长心态和固定心态的视频。 但是在我们开始之前,让我们定义一下这些术语的含义。 成长型心态是一种信念,认为一个人的能力、智力和天赋可以通过努力、学习和坚持来发展。 它与固定心态相反,固定心态认为一个人的能力、智力和天赋是固定的,不能改变。 现在,让我们来谈谈这两者中哪一个更好? 一般来说,成长型心态被认为更有力,因为它鼓励一个人继续学习和成长,而不是在面对挑战或挫折时变得自满或气馁。 具有成长型心态的人往往更有弹性、适应性强,对新的学习机会持开放态度。 它们也更有可能接受反馈,将其作为一种改进的方式,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人身攻击或对其天生能力的反应。 另一方面,固定心态会限制一个人的潜力,阻碍他们适应新环境或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。 它还可能导致对接受新挑战或尝试新事物的恐惧,这可能会阻碍一个人的生活。 现在,让我们看看成长型心态在哪些方面特别有益的一些例子。 一,在学校或学术界,成长型心态可以帮助学生在面对挑战和挫折时坚持下去,并导致更好的学术成果。 二,在职业环境中,成长型心态可以帮助员工适应新的任务或责任,并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。 三,在个人关系中,成长型心态可以帮助个人积极响应反馈,努力改进,从而导致更健康和更充实的关系。 另一方面,在这些情况下,固定心态可能是有害的。 一,在学校或学术界,固定心态可能导致对失败的恐惧或缺乏学习动力,阻碍学术进步。 二,在职业环境中,固定心态会限制员工适应新任务或责任的能力,并导致错过成长和晋升的机会。 三,在个人关系中,固定心态会导致缺乏处理问题或做出改变的意愿,从而导致紧张或不健康的关系。 总之,成长型心态通常比固定型心态更有成效,更有利于成功。 它鼓励不断学习和成长,并帮助个人适应新的情况和挑战。 另一方面,固定心态会阻碍一个人的发展,限制他们的潜力。 感谢您的观看!